《警察學院》 我們的同事在警察學院附近 見到一名男士認識可疑 進行截查 在背囊裡 找到兩支防制手槍 和一個通訊器 我們調查所知 他是一個電台兼職記者 但他所藏入的事 和他所宣稱做的工作 是完全無關的 我們都留意到 今天是國家安全教育日 今天我們警察學院裏面 是有一些反恐的演練 如果有一個人 用記者的身份 拿著兩支防制手槍 走出來做一些任何的事情 我是不能夠想像的後果是怎樣 我認為對於有一些 是兼職的記者 拿著兩支防制手槍 在國家安全日 我們警察學院裏面 是感到震驚的 我們現在 以藏有防制槍械 和無牌藏有 這個通訊器 現在將它拘捕了 現在調查中 快來訂閱通訊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